好,換行以後,這裡是又繼續有沾墨 看起來墨就比較濃 它沒沾墨你就不要沾 它沾你就沾 前面這兩個字都是重的 主要是前一行 上面那幾個字都是輕的 旁邊就勢必要搭配 所以它寫字很注意左右的字 到底長什麼樣子 是輕的呢?是重的呢? 是長的呢?是扁的呢? 它都會特地看一下 畫是寫的長一點 左右不伸 上下拉開 這樣字就會長 往上下拉開 左右不伸,短短的 圍,圍就扁扁了 扁扁的上下拉短 左右拉開,這樣就扁了 琴,琴還是維持寫的很大 鼓起來收緊 這個就寫的比較 這邊比較方硬 剛才連的比較明顯 這時候就寫的比較方硬 因為同樣的字 一直出現就要有不同的表情 琴性 琴性的大小差的還蠻大的 琴還蠻大的 跟性寫的還真的是蠻小的 好,再來是連體字連續連三個 那你就要連起來 要三個,連起來寫十 好,連起來寫轉 直轉 直轉為 小的 張開大的 有彈性粗細的 輕輕點一下 形直 形直 第一筆寫的好重 馬上就收了 收斂了 收斂了 這個字定要寫的跟剛才那個字不一樣 同樣的形 出現兩次 就要變兩次 直 直也一樣 形直一直出現 所以他就勢必要把寫法 重量粗細大小 接做一個小小的改變 护的 絕對